嘿,大家好,歡迎回到Short Adventure來 今天要跟大家繼續介紹呢,這是電影第四集裡面的這個也就是 Age of Extensions裡面,第四集裡面的這個Voyager Class的Optimus Prime 是的,自從上次介紹的小弟之後呢,再來呢,當然是介紹他的大哥啦 也是我們心目中永遠的大哥,柯博文疾天柱Optimus Prime或者是Convoy 他在這個第四集的這個玩具裡面呢,呈現呢,這是一個非常符合到G1 一個扁鼻頭的一個卡車的形態 而這個卡車形態呢,也是完完全全遵照到G1的時候呢 這一個配色,藍色,加上銀色,加上藍色,以及一點黑色的輪胎啊,僅此而已 但是呢,這麼簡單的色系呢,呃,就已經足夠去,呃,讓他達到Optimus Prime基本的顏色 而這三個顏色呢,或者應該說,藍,紅,呃,灰或是白啊,可以這麼說 這種顏色的配性呢,也剛好也比較接近美國國旗的感覺 我不知道說這個,這個當初在做設計的時候有沒有剛好想到說 他跟美國國旗的這個顏色呢,還蠻接近的,OK 但是不管怎麼樣呢,他在一個扁鼻頭卡車的形態下呢 是一個讓我們感到有耳目一新感覺的一個玩具 為什麼呢,因為以電影系列來說呢 Optimus Prime呢,一律的都是以長,那個長鼻頭的車子呢,呈現出來 而續電影之後呢,Prime系列,Transformer Prime呢,也一律的啊 以長鼻頭的方式呢,繼續塑造下去 換句話說呢,從2007年開始呢,Optimus Prime就是有鼻子了 OK,一直到現在2014年呢,5月中之後呢,或者應該說電影第四集啦,OK 決定推出的時候呢,我們才從預告片裡面呢,看到說 他在第一個所謂的一個隱藏式的形態呢,是一個扁鼻頭的 這個呢,無疑的啊,有像這個G1的這個,原本的這個Optimus Prime的設計呢 呃,有致敬到,OK,而且呢,有盡量的把它,回歸到當時 Optimus Prime最原始,最原,呃,最初的一個形態 在這一點呢,以玩具的方式塑造出來,或者說以Optimus Prime的這個造型塑造出來 可以說是一個令人感到非常非常興奮的事情 特別是,啊,老G1,或者是說老病金剛明的眼裡呢 這個,絕對是一個非常振奮人心的事情啦 那既然呢,講到這扁鼻頭的Optimus Prime呢 自然而然的,我們要把它當時G1的這個Optimus Prime呢 也一併請了出來 在尺寸來說呢,可以說非常接近 不能說一次,但是也可以說是非常接近 因為說它的高度呢,呀,稍微偏差一點 但是呢,長度呢,可以說是一樣 長度呢,是的,我們當然是以這種方式來做比較一下 可以說是一模,而且他媽的一樣,OK 所以呢,它是,可以說是遵照到G1的這個卡車的尺寸呢 所做出來的一個Voyager Class 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說這個,這個有縮水,所以就刷了 因為這個感覺上也比較像Deluxe的這個感覺 特別是變成機械,但是呢 以今時今日2014年的玩具呢 它呢,則是有一種,呃,縮水,從V級縮到 接近Deluxe Class級的一個玩具,OK 但是呢,它們的尺寸呢,跟寬度,跟高度,長度 幾乎都是一樣 那如果是這樣子來說的話呢,那我們來看一下吧,OK 當時呢,在這部卡車呢,能夠卡的貨櫃呢 如果說了,OK 我把這個鏡頭拉後面一點,啊 把它呢,卡在Uptimate Train,或是說放著,OK 可不可以的啊 呀,看到了吧,它呢,有個斜度在那邊 呃,這個斜度呢,讓它看起來,呀,格格,而且他媽的不入 這個呢,則是G1卡車的貨櫃 那如果呢,把Dark of the Moon的這個Deluxe Class的貨櫃呢 也一併搬出來,與它去做一個比較的話呢 仍舊的會有一種,緊斜這個缺點在 所以呢,Dark of the Moon的這個貨櫃呢 仍舊的無法在它身上,呃,展現出來 CREO,CREO的貨櫃,還是斜,OK 而這次不是往後斜,是往前斜,所以它還是斜,OK 所以呢,CREO的這個貨櫃呢,是不行的 如果說拿出,我看一下啊 當初的這個,Ultimate, Optimus Prime的話呢 天啊,這根本就是一道牆在它後面嘛 所以呢,這個也是完完全全不行的 我還有什麼貨櫃,我看看 那如果說拿出這個啊 NP第10款的,Optimus Prime的貨櫃呢 在它身上做一個比較的話呢 呃,仍舊是有一點缺陷,過大,而且有斜到,OK 所以呢,換句話說呢 沒有一部卡車呢,能夠把它給很平穩的,平放的 為什麼呢,原因其實可以說起來很簡單 只因為呢,它在後面這個地方呢 厚度呢,過高,這個地方,OK 因為這是它整個腳,腳掌的部位呢 完完全全在收在這個部位 所以呢,在這邊就變出稍微有點可惜說 那最起碼老蕭我找不到一個比較適合的 可能會有人,有一些貨櫃是老蕭我沒有的,OK 但是呢,就以我手邊有的這幾個來說呢 呃,哦對了,還有你啊 欸,可愛吧,OK,我們來看看啊 這個叫三代同堂,OK 呃,NP的這個,Optimus Prime 已經被我裝到盒子去了,OK Masterpiece的Optimus Prime 呃,不對,我只是,NP01的,OK 來,NP10,OK 呃,Age of Extensions,G1 以及這個,我已經忘記你是 小,小的那個Legend Class 可以,而像我講 Masterpiece01的那個造型呢 我已經收起來了 所以呢,扁鼻子呢 的卡車呢,絕對的有它的看頭在這邊 所以呢,非常非常喜歡這個造型啦 那既然講到它尺寸的大小呢 不免得就要趁,趁火打鐵 不對,打鐵趁熱,OK 把,我認為說卡車形態下呢 能夠,顯示同一個尺寸的有誰呢 呃,Robot in Disguise的這個Optimus Prime 呃,很多人都知道說我並沒有 呃,First Edition的這個 呃,Optimus Prime 但是呢,在我去年回台灣的時候呢 虎虎其色呢,曾經把這個 黑色版的這個 呃,First Edition OK,這是Robot in Disguise First Edition OK,這個送給了我 這個我到時候還沒介紹 但是呢,好像 裡面有那個 我到時候看看有沒有時間 有時間在做介紹了 但是呢,重點是呢 他們的尺寸呢 我剛才就這麼說了 它的後面喔 可以說是一樣的長 OK 一直到 這個尾端這個地方呢 是一樣的長度 OK 而像我講過的 這個有鼻頭跟沒鼻頭的一個殼子 所以呢,在我眼裡呢 這個可以說是同一個尺寸高度的這個車子 特別是 它的這個高度這邊呢 跟這裡是幾乎成一樣的 所以呢,以尺寸來說呢 欸,要閃掉了 以尺寸來說呢 這兩個可以說是非常正點的 那我再看看說 上一個介紹這個 Bumblebee OK 這個尺寸 這個尺寸應該說 嗯 包圍過大 OK 但是呢,尺寸來講呢 大概就是如此了 在這個 Optimus Prime的一些細節上面呢 在這個做工呢 也完完全全不馬虎 一點的喔 都不馬虎 在身上的一些細微的一些雕刻呢 跟設計呢 像這些螺絲釘啦 窗戶啦 這些 厚照鏡這個都有做出來喔 這個 小樓梯板 OK 這個呢 到時候則會成為機械呢 這個肩膀那個 一個造型 OK 柏派的標誌在這邊 油箱 輪子 OK 可惜這並不是 橡皮的輪子 它是塑膠的輪子 不是橡皮 但是呢 DELUXE 應該說VOLOGUE class來講呢 或者以金石金的玩具來講 算了 OK 它的皮腳失敗的東西呢 則是以後面的這個方向來看 為什麼呢 第一剛剛講過 這個 背面這個地方呢 腳板這個地方呢 過大 過多 過 稍微囉嗦一點 因為它就是整個腳板 OK 而且呢 還有兩個孔 兩個洞 兩個坑呢 是差一個所謂一個外掛的武器 這個呢叫做混蛋 可以待會來做介紹一下 再來呢 則是比較可惜就是 這個地方呢 這是Ultimus Prime的一個假胸呢 在車子情況下呢 則是放在這邊 打開的話呢 就是裡面一個空洞的一個造型 就是它裡面的部位 OK Ultimus Prime呢 如果說齁 以G1的這個玩具來說齁 應該說扁鼻頭卡式來說呢 它呢有兩個排氣管 在這上面 但是呢 以這一部齁來說呢 它卻只有一個 OK 有人會說 為什麼不設計兩個呢 其實 以玩具的造型來說呢 設計兩個並不是不行 但是 如果你仔細看一看 這個 第四集 電影金剛第四集的預告的話呢 它 好像的確 就真的只有單邊的一個排氣管在那邊 所以呢 這個呢 仍舊還是那句話 遵照到電影裡面的一個造型 沒話說 OK 所以呢我們就不要去挑這個 這個雞蛋裡面的骨頭 OK 這後面呢 扣歸扣 但是呢有時候會鬆掉 OK 有點小可惜 但是呢沒有關係 因為鬆掉的話呢 說的呢不講 你也看不出來 OK 頂部呢很可惜呢 跟後面 後面有兩個孔是裝武器的 不太看得出來 OK 但是呢頂部這個地方呢 就完完全全破壞掉 它的一個美感 OK 一個美觀的一個 神美觀在那邊 就整個被打 弄掉了 一個孔在那邊 以及呢 前面的 前面可以說整個看起來非常漂亮 OK 這整個 接近 亮光銀色的部位呢 這個下面等等 但是呢 缺點在於說 駕駛艙這個玻璃呢 如同的這個方法不一樣呢 過分的透明 所以呢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裡面的一些機械的部位呢 在裡面表露無遺的出現 OK 所以呢 這個還是那句話 有點可惜 我是希望說它呢 仍舊可以以一種比較暗色的方式 比如說這樣子啦 或者是 這樣子啦 可以到暗色的壓克力板呢 來做一點稍微的掩飾啊 讓它看起來會比較正點一點 OK 底部來說呢 可以說是一點的都不露餡 OK 當然這是一雙 一雙腿 只要玩過阿伯登之外的人都知道 這是它一雙沒腿 OK 這雙雙是屁眼啊 啊不管了 可以好 反正就是說它下面的可以說 基本上不會看到機器人的臉蛋啊 手啊 腳呢 不講的話其實 還可以勉強蓋過去 所以呢 這個整個車子型態呢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到滿意的 OK 我在最後變身之前呢 最後一個東西要來講解的就是 它呢 附帶這個武器 也就是一把槍 OK 這個槍呢 附帶一個子彈 子彈呢 只是讓我留在盒子裡面 沒有拿出來 因為那個子彈呢 插上去也不散 而且他媽的不是 OK 這個武器呢 像我講的 掛一掛呢 可以說是非常的噁心 到一個極點 OK 它呢仍舊繼承了這個 之前第三集電影啊 或者是Prime的那個 系列的一些玩具 這這這 卡車長這樣 在第四集裡面出現 我告訴你 我打死不會進去看這個第四集電影 OK OK 這是一個孔 打橫的呢 一樣噁心 OK 反過來就刷了 OK 這個地方呢 我跟你講 打橫的放 也不是 OK 直的放 也不漂亮 轉過來 還是 它就是外掛武器 你混蛋 OK 這麼好的一個 完全的一個模子呢 硬上 做出幾個孔來啦 上一集呢 我沒有講過 這個棒不必呢 完完全沒有那種 插子彈的孔 這個小孔就不講 OK 但是呢 它完全沒有插子彈的孔 可以說是非常成功 車子呢 讓它感覺上非常的乾淨漂亮 甚至於講到說以前的玩具 OK 沒有孔 沒有坑 沒有洞 OK 偏偏的在現在的玩具 硬要加一些外掛 難道你不能想到說一些 比如說插 那個隱藏在這邊啊 這邊突出來 突起來一點 我也就認了 OK 但是你不要 外 OK 總之 OK 這個呢 絕對的啊 不適合在Optimus Prime身上 它反而是說你買了這個玩具 它附屬的一個 Megatron的槍給你 OK 所以呢 有加分到 OK 像我講我到時候找到那個Megatron 我們再介紹一下 OK 好 但不管如何呢 這個Optimus Prime在車子的形態呢 絕對是有一種令人眼睛亮 而且呢 非常跌破眼睛的一個 漂亮的啊 非常漂亮的一個卡車的設計 我只是比較希望說在電影預告裡面呢 它的這個卡車的顏色呢 就比較舊舊 很多泥巴的感覺 可惜呢 是在玩具裡面呢 它並沒有做出這樣的設計來 而是一個非常亮麗的一個造型 可能到時候會有一個重塗呢 是塗的咖啡色的顏色 大家看起來比較舊舊 破破破破破的感覺 如果有的話呢 我可能會去買 因為那個呢 又是一種另外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了 那既然這樣呢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它一個 有難度好不好 有一點小難度 或是有一點小複雜的一個變身過程了 首先 第一個要做的是呢 有很多人呢 可能會去漏掉的 去講到一個東西 就是 它在前面輪子這邊呢 它是有個扣子在那邊的 OK 所以呢 這邊呢是要把它給稍微扣開來 弄鬆它 OK 這個呢很多老外的影片都沒有提到 甚至於變回來的時候 你要把它給壓進去 這個呢 很容易漏掉 但是很多時候呢 你變的時候一拉它就鬆了 所以也難怪它們會漏掉 OK 第一個要做的是 我們就先把它這個排氣管呢 往後彎185給折起來 收起來之後呢 把它後面假胸的地方呢 把它扳開來 OK 接著呢 就是把車頂這個地方呢 稍微把它 扭動 弄鬆這個扣子 在這個 Grill這個地方啊 中間這裡呢 把它給挑鬆它 OK 拉起來 之後呢把它頭呢 轉180度起來 成這個樣子 OK 那這邊呢 我會比較建議說 把頭呢 彎到 就是讓它頭呢 臉呢 朝上 OK 朝天凳 那種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個會比較方便你把這兩邊的手臂呢 給翻轉 OK 這個是我發現到 最 最不會擋路的一種 擋到位置這種感覺 OK 就是 你們可以試試看 告訴我說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OK 好 接著把這個旁邊的 分離線的這邊呢 把它給拉開來 分開來 這裡 OK 接著把前面這地方呢 拉起來 這個整個Grill拉起來之後呢 盡量把它拉到底部 OK 不能說底部就把 往外拉 就成這個樣子 之後呢 我們就把他這個 車頂的部位呢 就是他手臂這個地方呢 把它給彎起來 90度 OK 接著呢 盡量的 這個你不管怎麼弄呢 一定會有地方會去卡到 OK 所以呢 你這個就稍微去 把它給一邊扳一邊挪 一定會卡到一點點 OK 彎起來之後呢 它的變身啊 就是這樣子 它的 拉起來之後呢 它整個 車子的版面呢 往外面翻 一百把數 所以呢 它是一個 鯉魚大翻身的這種感覺呢 把它就是 車子的外面的版面呢 這時候是成為裡面 OK 這個造型 就是呢 把這個 前面這一片呢 給彎下來 OK 這邊的做法呢 也是一樣 把它給彎起來之後呢 你看 我把它朝天凳的時候呢 它就比較沒有阻礙 沒有一些東西 零件會去擋到 這是我 建議的一個 一個 一個做法 待會逆轉的時候 還是會再講一次 把它給彎起來之後呢 180度鯉魚大翻身之後呢 之後呢 之後呢 剛剛這個 車子 輪胎這個 框這個地方呢 前面這一片呢 就是剛剛 另外一邊也是有 把它給 往裡面 翻過來啦 OK 接著呢 啊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把頭呢 彎到它 真正的一個位子來 OK 把這個 它的肚子這個 造型的地方呢 彎下來 OK 彎到底 那這邊呢 它有個 OK 扣在這邊 OK 好 接著呢 就把它這個 車子後面這個輪 後面這個地方呢 把它給彎90度 讓它的腳呢 呈現出來 那既然呈現出來的話 我們就先把它腳變好 這樣呢 它就站得住了 OK 腳的步驟呢 基本上呢 除了剛剛這個 一個彎下來的 一個動作之外呢 再來 基本上只有 大概兩個步驟 OK 分開就不要講 OK 分開之後呢 把這個整個小腿的部位呢 從裡面呢 整個給挑起來 小腿這個部位喔 挑起來 彎到幾乎90度之後呢 腳板再把它給打直 所以呢 它是以 小腿這個部位呢 去做移動的 OK 這邊呢 這邊呢 也是一樣 把它給彎幾乎180度之後呢 OK 腳板呢 再把它給弄好 這邊一來呢 Optimus Prime的一張 這個一張腳 一雙腿 OK 就這麼變身完成了 那接著呢 OK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把剛剛這個車頭的部位呢 現在是在它後面 把它給整個往前提過來 在這之前呢 剛剛這個車頭是長這個樣子的 這時候你要把裡面這個地方呢 往裡面翻一下 這個是把它給翻起來之後呢 有出現兩個假的這個排氣管 OK 把它給移到前面來 這樣會比較清楚吧 OK OK 剛剛這個地方呢 整個把它給排氣管的部位呢 從裡面呢 翻出來之後呢 蓋到它肩膀的部位去 之後呢 在 旁邊呢 會有一二兩個扣子 三四兩個扣子 但是呢 在門板這個地方呢 就只有前面的地方 是有扣子的 這時候呢 是得把它給扣進去 固定住它的位置 OK 接著呢 就是把它這兩個假胸呢 移到它的這個位置去 把它給折進去 它就有一種 好像扣住的感覺 OK 接著呢 把它手的這個姿勢呢 調好 OK OK 接著把相機稍微低一點點 OK OK 這個地方把它給弄回去 這麼一來呢 Transformer Age of Extinction的這個 Volta-class Optimus Prime的一個變聲過程呢 就是如此簡單又帶複雜 但是呢 卻不乏味 而且有創意的情況下呢 結束了 它在變成基線之後呢 你會發現到一點 剛才卡車呢 是G1的一個造型 但是呢 變成卡車 變成基線之後呢 它整個基線造型呢 就是一個電影版的 長鼻子Optimus Prime的一個造型 所以呢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創意 有意思啊 這種變聲的過程 從G1一變變到現代的電影版 完完全全在這個身上呢 表露無魚的出現呢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成功的一個變聲過程 感覺會像什麼呢 比方說 OK 拿這個古董那個金龜車子 那個車子 Bombobee那個車子 變聲完成之後呢 是成為 07年或09年的Bombobee這個造型 就是整個 換彩一新的感覺 就是 它有做到這一點 所以呢 會讓你感到說 哇 這個設計呢 是真的是厲害 為什麼呢? 任何一個地方來看一下 我們乾脆啊 請這個我們 大哥呢 出來一下 OK 腳的部位呢 兩根凸起來腳趾 它是有的 這個凸起來的地方呢 它也是有的 旁邊的輪子 這個就不要講 OK 這個膝蓋 這個地方呢 護膝的東西呢 它也是有的 在這邊也是有的 OK 記得往上 它的 兩個 兩個這個 玻璃呢 是在它胸膛 OK 車子玻璃這邊呢 也是一樣 而這個 兩個排氣管 是在它肩膀 頭旁邊的這個肩膀的部位 它是在這個地方 也是 算是說 有拉到位了 可以 而這個 這個剛剛在卡車外面這個樓梯板呢 頓時間成為它這個 戶間的一個地方 也是電影裡面有的一個造型 所以呢 它很多的地方呢 都有抓到電影的神韻 OK 比方說特別是它這個小內褲這個地方呢 這個設計呢 也是跟電影版的 非常非常一模一樣 OK 還原度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呢 這個玩具呢 Deluxe 不對 對 對 Width Class完全呢 在我眼裡呢 可以說是有個非常成功的變身過程 而且呢 沒有多餘的背包 OK 沒有多餘的背包 如果說你把它拿來跟這個 這個09年的大哥比起來的話呢 它還是有一些背包 OK 但是呢 它 完全零背包 它看起來就是那麼的瘦 OK 好像弱不禁風 OK 的感覺OK 非常成功的一個背部 而且呢 剛剛在拖 脫貨 貨櫃的地方 它有一個 脫貨櫃這個原版在這邊 一旦變成機器人之後呢 它有弄一個假的 這個脫貨櫃這個地方 在它背部這個地方 所以呢 有一些假的背後啦 假胸啦 假排氣管啦 假 有一些假的東西在裡面 但是呢 重點在於說 有假歸假 但是呢 它假的非常真 OK 假的非常成功 所以呢 這一點呢 絕對是不允許 在個人眼裡呢 是 不應該去挑剔 這些假的零件 OK 它的活動空間呢 了不起啦 來我們先從頭部開始 OK 它頭部呢 這個主要 基本上有個類似球型關節的形態 所以呢 任何角度都可以看 沒有問題 OK 而且呢 甚至你要畫咖啡色的脖子這個地方呢 也可以去移動到 OK 那它有更多的這個活動空間 啊 這個手臂 好吧 可以手臂呢 三百六十度沒有問題 往外 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一個 塑膠齒輪的一個造型 二頭肌呢 可以以藍色跟紅色的地方呢 這個分開來轉動 OK 但是呢問題來了 它 彎手肘的地方呢 不像 正常機器的比方說這個啦 可以 正常彎手肘是在這個地方 啊 彎這個 手肘是在這個地方 這是正常的彎法 但是呢 它的彎法呢 就是有一種骨頭被打動的感覺 它呢 不是在這個地方彎 而是在這個地方來彎 來彎 這個呢 基本上是一個 並形成卡式的一個活動關節 所以呢 它彎的部分呢 稍微有點奇怪 嗯 不過呢 基本上呢 小奇怪 並不會成為一個大礙 所以呢 這個呢 完完全全不礙事 OK 腰部呢 那厲害了 它有腰部的這個活動空間在這邊 OK 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它有腰部的活動空間 這一點可以說是非常厲害的 在這個 腳部這個地方呢 有兩個輪子 OK 這輪子變成機器的時候 就是這樣直立立的放著 OK 這輪子呢 我曾經在好奇說 它呢到底能夠幹什麼 OK 為什麼能夠動 為什麼能動 動來幹什麼 目的在哪裡 很簡單 如果說你要擺出一些 比較大的姿勢的話 大的這個姿勢的話呢 你可以把輪子的往下扳 它可以從 OK 它可以從這個角度 OK 它輪子會卡住 到這個角度呢 成為 劈腿的角度 換句話說 輪子往外扳的話呢 它就是個劈腿高手 OK 所以呢 這個輪子可能設計來就是這個用處 OK 最起碼它有活動空間在這邊 往前往後 往外 這個都有 護膝可以動 膝蓋也可以彎 而且呢 腳的部位呢 它有一點 往內彎 內褲外彎的這種方式 所以呢 它也可以擺出一些很漂亮的戰鬥姿勢來 而且呢 是的 老蕭喜歡的一個 貴姿呢 在這傢伙身上呢 做起來呢 完完全全不馬虎 一點的都不馬虎 而且很漂亮 OK 非常非常正經的一個活動關節呢 在Prime這個玩具身上呢 完完全全表露無魚的出現了 所以呢 它的活動空間呢 可以說是碳為關子 身材比例呢 也不會感到尷尬或奇怪 手短腳粗 完全都沒有 OK 它的比例也可以說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OK 所以呢 絕對是一個非常賞心悅目的一個玩具了 它的武器 剛剛那把武器 好啦 我們就讓它握一下 OK 握這個武器的會很奇怪 當然握是這麼握法 對 好 握一下 但是呢 問題來了 它這個拳頭在這邊 感覺上呢 它根本扣不到那個 那個 發射槍的地方 OK 所以這個握法好像是 頂著槍 或者 我剛才這麼說 看起來像不像拿著冰淇淋 在吃那個雙淇淋的感覺 OK 它根本不是握著的方式 而是頂在下面 把它給浮起來 OK 好像一個獎盃 OK 一個聖火令 在那邊跑著聖火令 那種感覺 完完全沒有抓到一個神韻 所以呢 這個槍呢可以說是 完完全不適合 Optimus Prime 來握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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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它喔 另外一個令我感到驚艷的 就是它一個頭雕 OK 它的頭雕呢 是 就是 就是你們 你們這個 台灣東南亞大陸 講的那種菊花嘴 換句話說 它臉上沒有一個面罩 在那邊 所以呢 它是開口的 OK 這個也是 好像我第一個開口的電影版的 Optimus Prime 我之前買到的 或者用的 一直都有面罩 這個是一個唯一 是 是我唯一一個沒有面罩的 Optimus Prime 但 去這個 去掉這個不講呢 它的頭雕可以說是 非常精細 非常的漂亮 OK 可以說是 抓到一些神韻在裡面 而且呢 它 後面這個地方呢 是透明件 所以呢 它有一個透光的這個 這個功能在這邊 這邊我就 算了 反正不展示了 可是它就是有一個這個 透光的這個功能在這邊 所以呢 基本上 應有盡有 好吧 我這麼說 這個完全呢 基本上應有盡有 OK 那既然這樣呢 我們就要把它回歸到 卡車這個形態了 首先 第一個要做事呢 就先把它的 腳吧 可以再次把它回歸到 車子後半部位的地方 那就是把它整個 小腿的地方呢 彎180度之後呢 腳板把它移下來之後呢 它可以收起來 成這個形態 收起來 轉起來 OK 好 收起來 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整個下盤呢 彎90度 這時候呢 它就成了一個 這個 藏著 呃那個 做鱸魚的 這個Optimus Prime的感覺 多可愛啊 OK 你也輪到今天了 OK 大哥不能做一輩子的意思嗎 OK 好 接著呢把它那個假胸呢 左右兩邊呢 把它給打開來 露奶 OK 露空奶 OK 接著呢 把這個兩邊這個 門板呢 把它給弄鬆之後呢 把這個 整個肩膀那個部分呢 往後移下來 到後面去 OK 接著呢 這是 比較頭痛的地方 也就是 這個 這個門板 怎麼樣把它給彎 180度 從 內 從外 折到內側去 OK 那我們這裡呢 一樣的把它這個 頭呢 把它給彎到 朝天凳 這個 這個形態 好 我們就把它給移到後面去之後呢 把這個 不對 這裡呢 先把它給搬起來 這個不搬的話呢 根本就搬 就變不回去了 所以這裡你要注意一下 OK 把它給移過來之後呢 就剛是這樣子 OK 手呢 往後 OK 就移過來之後呢 這個手臂的地方呢 就要把它給 一邊挪一邊移呢 把它給移到這上面來之後呢 因為 因為已經朝天凳 所以它不會有太多的這個 東西去擋到 再把它給彎下來 再把它給彎下來 成這個形態 OK 所以車子的單面就好了 這邊呢 當然也是一樣 就是把它給 弄好 彎下來之後呢 手臂彎到這裡來 這輪子先把它打開來一下 OK 耳朵移開來之後呢 盡量的喔 盡量的喔 就是這樣子 一氣呵成的把它給移到這邊來 成為車子頂部的喔 上面的一個造型 先把你移開來 先把你移開來 剛剛我是把這個 車子的這個輪子呢 不對應該說車子後半部 後半部位呢 把它移上來 剛剛又不小心把它給 OK 好啦 把它給彎起來之後呢 把它給移到 角度來 OK 像講這個門板呢 是變身的喔 不管從卡車到機器人 還是機器人變成卡車的時候 是最 不能說複雜 但是一定會卡位的一個地方 OK 把它給 搬好之後呢 擺面把它給 壓回去 好 接著呢 這個最後再扣了 OK 把這個 門上面這個排氣管 這個假的排氣管呢 往裡面收一下之後 之後呢 把它給移到 這兩片呢 要把它給收到這下面去 把它給 OK 接著呢 把門旁邊呢 拉起來 把它給 扣進去 就是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扣子在這邊 在這邊 這裡有個小凸 OK 這裡把它給拉起來 把它給扣進去 現在整個這個車子的頭呢 就是把它給彎到前面來之後呢 把它給扣回去 後面再把它給 假的窗戶呢 或是假兇的 把它折回去之後呢 那個 煙囪把它給弄起來 後面再把它給盡量扣緊 再把它給這個 給 壓平 OK 讓它整個這個輪胎的 完完全全著地 所以最後呢 則是把這個前輪子呢 把它給跟 紅色的地方呢 扣進去 壓緊 OK 好 確認說 每個地方呢 都有扣到位子 這麼一來呢 Optimus Prime的一個變身 回到卡車的形態呢 就這麼結束啦 Optimus Prime的這個 這個人物的造型呢 從 將近三十年前到現在 二零一四年呢 仍舊的喔 仍舊的喔 仍舊的有 站著一個完完全全 不滅 不敗 不老 不衰老 不服輸的一個型態 而經過這三十年之後呢 儘管說 它曾經出現過長鼻頭的車子 但是呢 再一次的以扁鼻頭的玩具呢 所塑造出來呢 不管是之前的MPD十款 或者是我們眼前這個 Age of Extension的 這個Volge Class來說呢 它的扁鼻頭的車子呢 仍舊的喔 在精實精實的看來呢 還是有 這麼一般的風味 OK 仍舊的有一種 非常非常耐看的一個型態 而這個耐看的型態呢 在這個玩具面前呢 完完全全表露無遺的 把這個風光呢 繼續給帶了下去 而整體而言呢 玩具本身呢 可以說是非常精彩 而且呢 有一些新的 創新的一種 變身設計 它從G1 三十年級的玩具 一變 變到 應該這麼說的 它呢 可以從三十年級的玩具 變身到三十年後的機器人 在這個玩具身上做得出來 這個設計呢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非常成功 讓老蕭我會覺得說 它這設計團呢 在這隻玩具上面呢 的確的下足的功夫 我們不知道說卡車呢 有沒有附帶貨櫃 到時候會不會附帶貨櫃 因為呢 電影還沒出來 但是呢 它附帶貨櫃與否呢 基本上也不在乎了 因為呢 它在整體上面來說呢 有一個非常成功的一個型態 機器人呢 的活動空間呢 自然而然的 也是一絕 絕對沒有 太多的這個 這個動作呢 能夠難倒它 只因為 它的活動空間呢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的靈活 儘管說 手腕處呢 稍微的 折的有點像骨折的一個型態呢 但是呢 它可以讓你擺出 任何漂亮的姿勢出來 當然啦 不握槍的話更漂亮 因為這把槍呢 根本就是屬於 屬於這個Megatron的 所以呢 我還是寧願的 把這個Optimus Prime呢 保持在一個沒有武器的情況下 如果說你們可以找到武器的話呢 去搭配 那當然可以 因為這是玩具 玩具可以搭著玩 但是呢 在老箱裡呢 大概這樣子 我就已經很滿足了 所以呢 我不知道你看出來 看不出來 它 絕對的 是我 非常非常建議的 去購買的一款 呃 電影 電影變形金剛 第四節 這個Voyager Class的 Optimus Prime OK 如果呢 像我講的 它有出那種髒髒兮兮的那種 呃 呃 這個 泥色的版本的話呢 老箱我呢 二話不說 一定會把它買下來 而且呢 也希望說 玩具公司Hashful也好 這個 呃 Takawa Tomi Takawa Tomi 可能買不起OK 那我是希望說Hashful呢 能夠把它給再重新上一種 舊化的一種 生鏽的鏽鐵色 這樣的話呢 它 將會成為一個 更加有意思的一個卡車 為什麼呢 新款 以及 舊款 呃 張西西款 都有的話呢 那就正點了 這個就是 Transformer Age of Extension的 Voyager Class Optimus Prime Voyager Class 現在的玩具呢 硬要加一些外掛 嗯 難道你不能想到說一些 比如說 印藏在這邊啊 這邊突出來 突起來一點 我也就是認了 OK 但是你不要 Why OK 這個武器呢 了不起了 真的是了不起了 它呢 當然 很多看過我老外的一些介紹 都知道了 它這個武器呢 嚴格來說呢 並不是設計給Optimus Prime 來 握得一個把它主要的武器 它的武器 也不是長這樣子 OK 它的 來 OK 它這個武器呢 嚴格來說呢 是為了 應該是 謠言到 OK 是為了去符合到 電影第三集 Megatron OK Voyager Class Megatron呢 去握得一個武器 OK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手裡面呢 這裡呢 各有兩個圖 OK 所以呢 Megatron可以握在左手 或右手 卡進去 就變成說它的 長長的 長長的手指呢 剛好可以 升到這個 板 這個叫板機 是不是啊 反正就是 Trigger這個地方呢 讓它看起來造型 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呢 這個 Megatron我不知道 我收到哪去 如果說這個影片做完了 還沒有剪接完的話 找到的話 我再跟你們做介紹 總之OK 這個呢 絕對的啊 不適合在Optimus Prime身上 它反而是說你買了這個玩具 它附屬的一個 Megatron的槍 給你 所以呢 既然講到這個Optimus Prime的槍呢 是符合到這個第三集 這個 Dark of the Moon的這個 Megatron呢 這邊呢 我就順便的啊 在這個影片後面呢 把它給 稍微展現一下 可以 但是呢 說真的 我也懶得去做一個 快速變形法 可以 所以是直接呢 把這個Megatron的車子 拿出來之後呢 把這個後面這個小披風 拿走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這個 車邊呢 這個變身的步驟呢 稍微給稍微 稍微小動一下 移動一下 這邊來呢 它的手呢 就可以從裡面呢 搬出來 OK 那這樣呢 我們就以 它的 右手 好不好 右手臂 來 右手臂的裡面呢 來 它呢 有一個小凹 在這裡面 OK 而槍呢 像我講過了 它的左右側的後面的握把呢 分別有一個小凸在那邊 所以呢 它可以很 穩的啊 非常穩的呢 把它給握在裡面 應該說扣在裡面 成這個形態 換句話說 你看吧 以這個方向來看的話呢 Megatron的手指頭呢 剛好扣到這個 扣槍的地方 這個呢 設計呢 根本要啊 就是為了 Megatron呢 專門定身製作這個 一個槍 所以呢 這也是為什麼 很多老外的影片呢 也提出這一點 而我把這個 車子拿出來之後呢 手臂彎出來之後呢 這一扣 還真的是 量身定做這種感覺 所以呢 正點 OK 但是呢 小可惜的地方呢 出現了 為什麼呢 因為 啊 先把這個扣好啊 不是吧 我看看 欸 天啊 OK 小可惜 頓時間成了大可惜 OK 如果硬要存放的話呢 只能放這邊 或者是 或者是 兩個都是格格 而且他媽的不入 OK 或者是旁邊這個洞 看一下 嗯 嗯 混蛋 OK 所以呢 外掛武器呢 實在還是不夠帥 OK 所以呢 這個槍呢 是的 到時候呢 是完完全全 永久的 讓Megatron 擁有 但是呢 可惜的 還是那句話 在車子的形態呢 無法啊 無法完全的把它給扣到裡面去 真的是 不可能 所以呢 提過就酸了 OK 所以呢 這個呢 就是 在影片 所謂的 花絮製作的一個 小小的一個 一個介紹 關於這把槍的一個過程吧 順此一提啊 既然呢 在第四集的變形音感裡面呢 有了一個Optimus Prime呢 其實在Grimlock後面的這個場景 會不會在第五集呢 出現這個場景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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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